各位聽眾好 各位觀眾好 今晚的聚焰堂由我楊漢群 阿楊來主持 只有我一個人一枝功 唱不好唱不到網 唱雙網都不夠 找多兩位才子過來 才子 絕對是才子 他博士是才子 他在道排氣都一樣 在我右手邊 容總所說的博士才子就是Victor 哈囉 你好 因為中學三個年輕人上去假裝博士 原來是真妙 真妙來的 東靈男神 你幾歲了 我34 都是超過30 這些是賣個關 哈哈 嘻嘻嘻嘻嘻 很可愛 跟不拼 你吃光我吃什麼 是普通東西 哈哈 心境年輕 心境絕對年輕 當然我左手邊這一位 心境大明 心境非常年輕 心境大明 嘻嘻嘻嘻嘻嘻嘻 網上輿論領袖 你說什麼就說什麼 你說什麼就說什麼 大動網上輿論 去一個報告就影響到當日的輿論 對 而且他 那種種的金句王 人生 那就幾百個like 說兩句 就拍得住劉剛師傅 得罪說句 得罪說句 不是我的 我知道 我認識那個人 我認識那個人 當我搞網媒 都是紅色資本 不用死 要不就是 虧到混蛋 為一個賺錢的網媒 是啊 是啊 唐賴 背景可以賺錢 背景是這些 哈哈 有什麼經營之道 經營之道當然是國事人支持我 詳細講講 大家都很想知道 正常支持你還是怎樣 經營之道當然是 例如有這個 卓越的計數專家 某君 大家都認識他的某君 為什麼我今天會上來這裡呢 第二個請我上網 我絕對不會上的 但是 國事的人 看著我長大的人 他請我一定上的 這個樣子就是看著我 先說一下什麼叫做國事 國事就是所謂的國事學會 就是大中華交 是啊 我們是大中華交 多年的大中華交 現在當然是 多年的 十幾年前的大中華交 不是多年來的大中華交嗎 這個會呢 都上了很多年大中華交 這個會在70年代 就已經在港大國事學會 已經在港大成立 現在下了大中華交 當年火紅的年代 是啊 我們當年也做過大中華交 你是多少 我說我22 你22 我31 你是33 33 那所以呢 其實阿洋看著我大 不要這樣說 現在我看著你大 你又看著我縮水 我看著你大 我和你差不多大 但是呢 大家的思想其實是一路接近的 我呢 就一路退化去慢慢 這個 這個 那個階段 陰功 陰功不陰功的 是不是 所以這樣我才會上來 這個網台 好多謝兩位 好急時間 叫兩位上來 就馬上到 兩位來到 今天呢 我們當然是 集中在兩位的專場 就是 沒有什麼專場 沒有專場 就是專場 網媒 網媒 那個文化網媒 那個生態網媒的運作 五博呢 當然就要講一下香港人家的學術 沒有什麼專場 那你叫得不懂 博士喔 大哥 你博士不如你先說 對呀 你先說 博士其實你的專業是什麼 對不起 李獻花 謝謝 謝謝 獻給哪位 三個男士 多謝多謝女王 不是有那個獻蘋果 金蘋果的事 不是打仗的 然後突入依戰爭 是啊 那我獻花 這個是和平 拜拜 拜拜 說到女王獻花 剛剛在升級那裡 容總說 上哪個家裏做 上女王家裏做節目 做節目而已 正常誤會 做節目 不要想到別人 嘩 女王是美女 當然 這是最真心的說話 在升級那裏說的 哈哈 現在已經入圍了 要不要問一下女王 會有什麼回應 我已經走了 還沒走 女王還沒走 說到別的 剛才吳博 你的專業是什麼 我專業是什麼 你研究哪一範 先說你那個學術法 研究一些不等死的事情 怎樣啊 什麼不等死 你當然有給你研究 我不等死 我是研究一些香港政黨的年輕人 不過 年輕人的政治參與 已經是過世的了 是不是年輕人的政治參與 這個就是你博士論文的 這個就是博士論文的 其實博士論文的答辯 九成九都會過的 為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 因為你提交你博士論文的 之前已經給你那個 博士論文的導師看過一次 還要是 因為你看你博士論文的人 可能有另外兩三個人 叫做外部評審員 其實他已經看過那篇文 然後還給你一個意見 是寫的 即是手寫的 你有什麼研究成果啊 當年有什麼研究成果 研究成果就是 就是 青年政黨參與 是啊 研究成果就是 有什麼心得啊 諸如此類 有些人不打不撞 會進入政黨 他對政治完全不認識 完全不理解 但是可能想找一份工作的原因 就進入了政黨裏面 但是進入了之後 進入了之後 竟然是對於 產生了興趣之後 就繼續在這個政圈裏面打滾 你的編文是何時寫的啊 是何時寫的啊 我寫的應該是 三、兩年前左右 青年變成中年 兩年前 你完成了而已 你是何時開始寫的 何時啊 都很久了 應該是 08、09 可能是10年 即是吳博是非常之軟健的 好像去年區議會選舉 整了很多散後組織 青年新政 諸如此類 即是吳博在前幾年 其實已經看到這個趨勢 但是新的班 你還不熟悉他們 新的班 我真的不熟悉 我是比較舊的 即是散前的 開我的文章 因為我會散前 主要是散前做的研究 散後之後 你們知道 這個政壇變得更加碎片化 已經分成了很多不同的細小組織 怎樣碎片化呢 碎片化 即是以前 最初的時候 民主派一統天下就是民主黨 接著你見到 越來越分裂 由工黨 寫民連 公民黨 文章就很慘了 被你直接 skip了 文章 很慘 因為文章 他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都是一個比較細小的組織 而且也是很可靠 雖然曾經做過深水埗的執政黨 所謂執政黨 因為區議會過半 因為人生 人生 很少說 現在你仍然在做研究 仍然在學術研究 即是在學術界的所謂邊緣人 為什麼說邊緣人這麼誇張 邊緣人這麼誇張 因為這個學術界 我不是不開心的 我又不是不開心 有份工已經算是錯 快點跟青春分享一下 值得分享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剛剛大家知道DSA放榜 很多人把DSA DSA DSA 被不黑劍影響了 大家不要吃了 因為現在大家都是集中力量 在看中六星大學那樣東西 其實都有一大班大學生 現在是不阻驗 他們除了找工作之外 都有一班其實是對學術 會有興趣 會繼續研究 但在這個實字路口 怎樣去取捨 分享一下這些經驗 學術啊 其實呢 本科生剛剛畢業 本科生畢業 就看你成績好不好 如果你成績不太好 你還是要找工作 真的成績對於學術研究的 試圖是很重要的 其實主要就是這樣 因為 你知道香港 你讀完博士學位 也想回香港找工作 找個教席 但是你知道香港的大學 就是對於 所謂的土炮 土炮就是香港本地大學畢業的 博士叫土炮 就不是很想請回他們 那麼嚴重 就是香港的大學 不喜歡請香港的學者 沒錯 就是不看不起本土 這麼嚴重的 這麼嚴重 所以為什麼說成績好呢 如果成績好才去到外國的知名大學 最好就是去美國的大學 英國也不夠 那不是漢奸 政治不正確 好錯 要去美帝 要去美帝的大學 那那些愛國愛港那些應該關注一下這個問題 對啦 應該 愛國愛港 他們帶頭叫你不要去美國 愛國愛港 應該請大陸留學 本土的那些應該是爭取本土 本土學者 那你現在做成績行嗎 我現在也是在做研究 就是在某大專院校做研究 就是變成大學那間 很多間都叫大學 現在升格了 升格了 有幾間升格了 很多間升格了 有幾間 有的 有的 公家給錢也都是私立的 這樣做得可不開心 做得可不開心 沒什麼的 一份工作就先做 大家快點都是先做的 對 你知道現在沒有工作是長的 除非你做公務員 除非你做黑警 黑警又有長縫 慈母嗎 你做警 慈母 你做其他公務員都沒有做長縫 對 我真的也 salud這種的 除非既有那批然後開�空館 還有一件事要問問吳博 你剛才提到居住的,也就是不讓我看得起 但我由延遮住於在 kami тру泥區那批比 這些一班新的學術研究員 似乎是想為E&D成立工會 是以前一向沒有 reflux 館員同一組 我倒是会其一組織戶 你annon育成員他是启述工會 這次我贏你一次 在網上的消息竟然我零頒過你 所以說 我打算是創會會員 我不是執委 你也沒有參與成立的過程 為什麼要成立呢 為什麼要成立呢 據我所知就是 因為很多人覺得 這個會議是 教學及研究副做人員的 是一個公會 一坐正就要退會 沒錯 是的 那個會議也寫得明白是這樣的 我記不記得我猜中了 聽我的名字 如果不能續約 還是要退會 也是 坐正就退會 真是人心 很累 為什麼要成立呢 我也是一個創會員 沒有參與這個成立的過程 就是 第一就是 確立這兩方面 通常叫做教學助理 或者叫做研究助理 這類的職位人的 專業地位 因為你有一個公會 代表你的利益 第二就是 爭取權益 爭取一些很實際的權益 錢 人工的權益 或者是合約 一些不合理的條款 即是廢除的 都是福利的方面 對 福利主要是一些很現實 很淺銀上的 工作上的 會不會牽涉到學術自由的方面呢 這個是會 在會章裡面 都有提到這件事 但是這個是次要的 目標主要都是爭取一些比較實際的 是否因為通常沒有什麼研究項目 你們主要跟進 嗯 很明白 即是你們不是主要是大研究項目 所以不用考慮學術自由的事情 因為TA的人會 哦 我也不是的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不是鍾情要 當然我們不能帶 研究計劃 沒有這個資格 是的 但是 都是重視學術自由的事情 只不過 因為工會 有這麼少資源 你的資源應該放在刀口上 最重要的就是 當然是保障自己 這班人的實際利益 學術自由的 就是自己去參與其他事情 即是去示威 或者去做其他事情 這班人有沒有什麼行動 行動? 公會 我想第一件事就是先做一些資料搜集 即是 看看這麼多間院校裡面 一些教育助理 一些研究助理 他們的薪酬是怎樣的 他們的吸數是怎樣的 都很初期 做一些資料搜集 去比較 做好這些資料 你才可以做到下面 有興趣的聽眾呢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等他們去找你 我可以去做一個資料搜集 我可以去介紹個人 可以去介紹個人 只不過可以去介紹個人 我可以去做個資料搜集 我可以去做一個資料搜集 我想請問 現在一般合約制的 資料搜集的職級 大概是多少年期 兩年 平均 平均應該都有 一年應該也有的,多數是一年 似乎是比較短的 是的,但有幾個月 但相傳呢 是項目基礎的嗎? 對,是項目基礎的 相傳說,兩三年會逼你離開,是嗎? 兩三年逼你離開,是的 真的嗎?不是傳說 兩三年要離開,很多都是這樣 原因是因為項目基礎 項目基礎的錢,通常政府給你一筆錢 無論是持續兩年或三年,直等都是三年 所以你的錢都用完,你就要離開 但如果有新計劃,他就不會請同一個人? 可以,當然可以 機會都大一點,通常老闆都想請同一個熟人 但老闆要拿到一筆新的錢才行 如果沒有新的錢,他也不可以請你 這也是合理的,因為老闆沒有錢就請不到你 但是有一些縣校的學系,有一些工明明是有錢的 但他也是請你三年左右,他就拜拜了 他就想找一個新的人再做這個工作 是不是因為新人聽教廳的話? 不知道 因為教育界是這樣的 教育中學的乖豬那些就對了 像小女孩一樣進去教育 我想這可能是其中一個理由 我可能不知道 三年之內就要頂你離開 除了頂你離開 剛才說過,土豬是比較困難的 而且真的要拼命才行 因為你知道香港大學 香港的大學是非常重視這個大學的排名 大學排名有很多因素 但最有客觀的因素 那你自己多寫一些可以嗎? 可以,因為你要上到位置就很拚命 但有一個問題 即是你做TA其實是可以寫論文的 可以 但問題是,看年來 如果你讀文科或社會科學都會稍為好一點 因為可能你寫論文的資源就比較少 即是BioCamp就麻煩了 即是,即是水學科的可能 一來是吹水 二來是你上網才能找到 用網上的資料可以寫到 但如果你讀理科的話 一定要去一個實驗室 所以做到的事情 那你就做不到 阿Sir不批,不讓你用實驗室 那你就用不到 但有一個問題 你剛才說一來看不起 土豬的研究員 另外為了他的排名 以及上一些國際的學術論文提康等等 那麼,研究香港本地問題 都不會為那位研究員加分 這就公道一點說 就是,無可否認 因為我只是屬於社會科學的情況 社會科學來說 無可否認 如果你寫香港的文章 是比較難去刊登一些學術的期刊 或者選擇 選擇的期刊比較少 但也不是說不可以刊登 你這個研究做得好 或者你能夠把香港的問題 連繫到世界的一些問題 令到一些人讀香港的故事 又能夠啟發到其他國家的東西 那你也可以刊登 應該是比較難去刊登 始終是比較難去刊登 因為第一 中國的東西一定是多人看的 而且你不需要正確 因為所有的社會論文 為什麼你要研究香港呢 你可能要寫一段去合理化 或者正確化 為什麼你要研究香港 但是研究中國是不需要的 因為中國本身是一個很重要的 社會全世界是一個很重要的國家 那你很快就變本土派了 你很快就變本土派了 一向已經變本土派了 一向已經變本土派了 不過我沒有你的本土 我不是大中華膠 一向都說 一向都是大中華膠 先說自己的大中華膠 一向還有很多大中華膠 還有一些大中華膠的故事 一向可以踢爆一下你 現在會不會雨傘運動之後 研究香港社會科學 研究香港社會科學的論文 是會比較受國際上的關注的 會的 因為雨傘運動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社會運動 如果有人研究社會運動 這也是很重要的個案 而且香港始終 正在國際都市 受世界的關注很多 例如台灣有太陽花運動 香港又有雨傘運動 台灣有些人在埋怨 為何我們太陽花運動 國際沒有關注 但為何你雨傘運動 就跟全世界的媒體都來關注 證明到香港的國際地位 仍然是很強的 能夠吸引到國際關注 比台灣更強 香港國際化一定是比台灣更強的 另一個問題 如果這個情況繼續下去的話 你會覺得繼續做研究 會不會拿到自己的理想呢 會不會 真的一半一半的機會 這麼大 你還有沒有理想呢 我沒有覺得你很有理想 因為我知道你經常去日本 其實沒有什麼理想 其實沒有什麼理想 你是不是 就是 磨蝕了 磨蝕了 有什麼理想 背氣怎樣理想 你找到工作 最重要的是理想 有什麼理想 那你有份工作 如果那份工作和理想鐵盒 就很誇張 很開心 這個不是可以可以不可求的 有沒有機會 根據你的研究經驗 離開香港 去世界其他地方 離開香港 做研究呢 例如日本 比較難一點 因為 以日本為例子 我知道你在學著日文 我只是學著日文 這是很初階 只是說什麼日本的情況 應該是很難去學術圈 應該是很難的 因為我是研究香港 日本呢 他是要一些人研究中國 因為很容易理解 但是你也有這個背景 你研究中國也有這個優勢 中國 我想不是 你知道學術界的東西 分得很專門 就是他 我想他是 他是要求 第一 他可能要求一些 國際 以社會科學來說 或者政治學 他要一些人 是 國際關係 或者研究中國 因為 這個 日本研究中國 很正常 你想想 很精神 對 他研究中國 很久的歷史 他研究中國 對 為什麼要研究中國 因為 亦師亦有 對 他現在對中國的研究 都很深入 很全面 香港 在日本 香港 只是 中國 只是一個城市 對他 沒有很大的影響 或者 沒有需要 請 那麼多錢 請一個專人研究香港 他不需要這樣做 而且請一個外國人 哦 那麼台灣呢 香港人很有影響 其實也很少 對 也很少 第一 就是 我不知道 本土學者 有些人研究台灣 但是 如果他要請一個外國人 去教授 或者做一個教授 但裡面 真的 我沒有怎麼留意過 真的專門請人研究台灣 因為真的比較少 通常都是研究中國 或者國際關係 或者美國 就是研究美國 歐洲也沒有什麼 歐洲也比較少 對 美國、中國和國際關係 這是最重要 他們要請外國教授 通常都是 這是日本的 對 對 那去歐洲 可以嗎 歐洲呢 我想 有沒有出路 都可以的 但是 你要跟別人研究 什麼 你就要跟別人研究 他們關注的 因為歐洲 歐洲 一些熱門的議題 可能是移民問題 你知道歐洲 有很多伊斯蘭的移民 造成很多衝突 或者排外的情況之類 他們就 把很多錢研究 如何處理這些問題 或者是一些 怎樣說呢 可能民主制度出現危機 年輕人 很多人都不再相信政府 或者不再投票 他們覺得這是民主制度危機 他們要去找人研究這些問題 他們的關注點 或者跟香港是不同的 另外呢 還有兩個都值得說說的 就是去澳門 我知道很多香港學者 年輕的那班 去到澳門的大學 做他們研究的 澳門是嗎 澳門是嗎 澳門也是一個出路 因為澳門始終 不過你要乖乖地 哈哈哈哈 你研究政治 又很難乖乖地 不是 很多人都很乖乖地 你研究政治 哪些啊 馬獲那些 不說哪些啊 不說哪些 那新加坡呢 新加坡又是要乖乖地 新加坡也是研究要乖乖地 但是新加坡要求很高 學術的水平不差 是的 新加坡要求很高 那你有課語自己寫論文嗎 都有的 有的 有的 其刊 但是我自己的水平就自己知道 加油 我知道你除了做研究和寫論文之外 你有時還會參與教學工作 教學工作 你教什麼類型的學生 就是上年的時候 我也是 即是今年沒有課課 在前兩年 我都聽過你課課 上年也有課課 你那間大學 有很多女生 那間 其實就沒有什麼關係 有關係 我都不想說這些 教那間大學有很多女生 其實你現在教文科或水平科學 都會有很多女生 那些關係都沒有很大 所有大學都被女生攻陷 那那些學生除了女生多之外 還有什麼特色呢 有什麼特色呀 我先剝教 其實 會不會經常駁你嘴 看你這麼年輕 斷斷斷斷斷斷斷的 我覺得其實 不過 都是這樣 看她的科學有沒有興趣 是的 有些科學是必修的 那又覺得 沒有什麼興趣的 又覺得沒有什麼意思的 那她就會做自己的事 可能會自己玩電話 玩iPad 是這樣的 但不會騷擾你的教學 那又不會的 那又不會的 那又要大個人 那又要阿sir罵什麼 那你去到大專程度 你沒有理由 就像中學這樣 人生而已 人生的另一個階段 現在我們進入大專大學等等 都發覺一個現象 講普通話的人 就越來越多 你也懂不懂 講廣東話的人越來越少 看你什麼課程 即是本科課程 那多數都是本地生為主的 因為你租乎 但如果你是一些石士課程 那一定是大陸的 絕大多數 為甚麼 博士課程呢 博士課程 我那年只不過是 因為第一年開出十個 那有六個是大陸 為甚麼會這樣 四個是香港 為甚麼會這樣 我聽過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香港的人不喜歡在香港讀大學 你剛才也說 在香港讀大學出路不好 那香港的尖子就會去外國升學 那香港的研究生學位 就沒有香港人 即是研究院給他們 全部公佔 第一 研究院都要分開兩種 那種是售貨式 基本上是自資課程 即是給錢 有的 對 那些都是大陸為主的 第二種是研究式 即是他會給你錢 那你就讀了一個 所謂的哲學碩士 又是叫哲學博士 即是寫論文 那些 要答辯的 那些當然都是大陸為主 兩種都是大陸為主 那邊都是 現在是不是加多了很多 這類學位呢 那跟我剛才說的原因 有沒有關係呢 即是香港人不讀 你才大陸為主 第一是香港人 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香港人不想讀 那香港人 你也知道 都是賺錢 那些人不讀 就去找工作 那第二個原因 就是 真的很厲害 那些人就走了去外國 那有些人就爭辯了 你香港人自己不讀 你怎麼罵大陸為主 大陸為主 就是這樣 即是這樣的 是啊 我現在是聽說一個 都一直聽到一個現象 其實很多人想讀 香港人想讀 但讀不到 我真的不知道 你把這麼多資源投放給大陸 吸引他們來 那又變成大陸化 我想兩種都不是完全錯的 即是你說 香港人不想讀 其實也是真的 即是某些科目也是真的 你說很多人想讀 但讀不到 那又真的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那其實 可以有一些保障學額的 一定要有三成的學格 是 一定是 即是如果有人想讀 有香港人想讀 而他又符合到那個水平的話 那就應該收他 我聽說 但這個是未實行的 這是你希望的 我希望 但我聽說 工會搞搞的 工會 這個不關事 不關事的 工會是自己的福利 因為你是有工作合約 雖然你做研究生 可能有學生是有錢 但那筆錢不是人工 不扣稅 所以你就不是一個員工 不是一個打工仔 所以就不算了 人生 真的人生 聽說 現在他們 就越來越 就是為了錢 就特意開多些研究生 是 真的這個現象 我見過一些收貨息 大概十年前是二十多人 一班 後來就去到四十多人 四十多人 然後過去一百人 原本是小班教學 就變成碩士大班教學 拍幾個人想碩士班 對 聽說很賺錢 對 還有那些課程的內容 都變成了本科化 即是 為什麼讀完碩士 其實是undergrad的課程 沒錯 學費很貴 學費是很貴 越來越貴 我記得 差不多 差不多 我記得有一個 我作為僱主 看到他碩士畢業 都是不需要理會 對 對 我想不是不需要理會 即是不需要理會 你也很欣賞他 即是繼續進修的那種 即是不幫不欣賞他 但是 十幾萬元都花得到 這麼厲害 為什麼不創業 那十幾萬元都創業 看你創什麼業 我們公道一點 跟陸生 即是大陸來的學生 講講 聽說他們 比本地生勤力一點 是否真的有這個現象 嗯 一點點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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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一點點 是 一點點 是 噢 一點點 一點點 看他 是 一點點 一點點 即是不是每個人都 那麼勤力 其實不是自助來讀書 而是自助來居留 會不會 是 你接觸過的那些 我接觸過的那些 其實我很少人 我認識很少人 你有沒有認識那些 因為我同屆 同屆 同屆 拿三星 七年 差不多 也有 也有 所以 但是 我想想留在香港工作 一定有 一定 有人 這個一定有 但是他們要拿到工作簽證才行 是啊 香港另一請很多人 是 其實我覺得 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 那麼多大陸學生來香港讀書 是 一個最嚴重的問題 就是一定不會夠宿舍給他們住 哦 那是 大陸宿舍一定不會夠住 那怎麼辦 那些學生會怎樣呢 通常都是三兩個 租一個 鐵路沿線的屋苑單位 哦 即是落大埔租樓 說不說哪間 我就知道 東鐵沿線 就搶租樓很厲害 是啊 所以 一些小單位 他們的租金居高不下 又影響 樓市也影響了嗎 是啊 還有矛盾 因為土地問題激化了 哇 你哪要救 學宿舍哪要救 其實 如果真的要打 你們的研究院 不是的 因為通常 所謂的研究式的研究生 有錢收到的 都會偏寶宿舍給他們 哦 Totmaster就沒有了 Totmaster 收貨式的 通常都是周圍租屋 這些都會推高租金 聽說東鐵完善 除了私人樓宇之外 連村屋都搶到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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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六生 大陸來的 有很多是一次過 一年租金 他們大把錢 哇 那真的 大把錢 所以這個又引起其他矛盾 是的 不過我聽說 香港很多企業 尤其中資 很喜歡請六生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特別聽話 原因是他們需要有工作簽證 留在香港 而且他們跟那個 族辦事方式的文化很近 這是 奴隸主配奴隸 不是這樣的意思嗎 很難說奴隸主 例如《尼文匯報》 我不肯定 因為《尼文匯報》 他也請了很多大陸記者 是的 端呢 端也不奇怪 端也不奇怪 端呢 端有一個叫什麼 數據新聞組 專門玩數據新聞 全部都是大陸人 為什麼呢 這個也是一個專才問題 香港比較少統計學的專才 這麼少統計學的專才 香港 真的嗎 不是加拿大陸也有精算學系嗎 可能是香港統計學最厲害的那班人 去找真銀 你如果是香港這些網媒 就是融種最熟的 給得多少錢 就是 如果跟你的融種賺錢 拿到名氣 但是 哪有名氣 但是錢那方面 真的沒有了 幾十元 大家都吃過 因為我雞 是呀 你的稿費都真的好過沒有 對 好 如果現在真的有個剛剛畢業的大學生 問你 吳博 如果我真的要研究的話 研究哪個範疇會比較好出路呢 研究哪個範疇會比較好出路呢 對 我沒有說哪個範疇 例如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也有很多範疇 很多範疇 我真的 真的很難說 如果他研究社會科學 例如你研究政治 現在政黨都 很多政黨的資源都多了 我想研究這個 其實研究什麼就無所謂 最重要就是 你 看自己的能力 是不是可以 玩到這個遊戲 這個學術遊戲 因為這個學術遊戲 其實是越來越難為 這個遊戲 我先說過 要登記論文 這個就是桌面上 那要不要在桌底上 桌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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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個地方 前西側 你每個地方都有政治 在學術界有什麼黑暗位 你辦公室政治 學術界也有他的政治 例如 拆下老闆鞋子 那這些就是 我相信每個地方都有 但是 如果你 站得硬 如果你是有實力 他要動你的 他也不能動你 如果你學術排名很高 他也不能動你 或者他想動你也不能動你 不過 主要看自己的能力 是怎樣 還有 我想 社交科學來說 有分量化研究 和側化研究 通常做統計學的 文卷調查 或者分析一些大數據 現在很流行的 大數據 很流行的 比較香 如果你有興趣 就 因為那些 出文 所謂的出文 比較快 出文比較快 因為它有一個公式 即 文章 有一個公式 例如百古文 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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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把那些研究成果 就可以 釘個框架 然後把材料放進去 把材料放進去 對 框架已經整理了 比較容易處理 那些容易取分 對 容易取分 對 即是容易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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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玩Poketmon 對 每次捉到一隻 有分 沒錯 現在還有另外一個 挺貼心的問題 就是跟研究有關的 我也聽過一些 挺資深的研究員 有挺有名的 就說 讀博士 或者讀到太過長時間的研究 會讀到個人很討厭 因為很孤立 很安靜 自己一個人埋頭苦幹 甚至影響那個交際 說這些的 甚至 不關任何一個人的事 而是有這樣的現象 不要說任何人 不要亂想 即是 我聽過沈大師這樣說 不是我說的 如果你是讀理科 就會稍微好一點 即是 如果你是讀理科 就會稍微好一點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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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理科的研究 因為理科的研究 在實驗室裡 是一隊人做研究 即是 你通常是一個大的老闆 那老闆是一個大的教授 他帶著一群小子 一起做實驗 通常你見到理科的論文 作者都是一群人 那也是 因為他一隊人做研究 通常那些論文 都是 作者一群人 十幾二十個人都不奇怪 是的 那 但是 但是 文科和小科 就真的比較 真的比較 孤獨一些 因為研究是 一個人 從頭到尾 都是一個人跟著 歷史那些都是這樣 歷史也是這樣 歷史也是這樣 歷史就更加 什麼 更加 更加孤獨 因為 如果你去做一些 口術事件 你都會接觸一下人 但如果你做一些 叫檔案的 那些 檔案研究就是一個人 自己去英國 英國 英國的 cl 是酒吧,很開心,但看你的性格是怎樣 有些人都可以自己一個人去做這個研究 交友不交友都是視乎性格的,職業也未必有關 做警察也不一定會找的 一定是錢武先 另外就是傳媒,你一直都在研究青年和政治參與 有沒有將來想想新的網媒如何影響政治 這是容總在,你想影響我嗎? 你先說了他,最原始的資料在,有沒有想過在這方面想想? 容總,你覺得梁天琦有沒有受你的影響? 我不知道,我怎麼知道 他有沒有贊助的資料? 有呀,今天有贊助我的資料,很開心 我看到你貼上他的簽名,排隊簽名 有人拍照給我 既然說了這件事,不如去一去容總國犯 好,有什麼指教? 沒有指教,想聽聽你了 你好像是2011年開始開通婦人的 2011年開始籌備 最初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呢? 因為當時我記得網媒這件事還是比較新的 其實各位觀眾,這兩位都是詐不知的 即是他假裝不知的問我才有節目做的 其實這兩位是當年聽著我說想做的 當年呢,我和吳可宇都是的 我們還是社民聯的 我曾經這個社民聯會員 社民聯會員,這位是社民聯前,傅庇宣傳 當然要搞政黨的 搞政黨一個很痛苦的過程 其實就是派傳單,做政治宣傳 很痛苦的 痛苦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支持我們的人 我們永遠都接觸不到他 為什麼呢? 我派傳單給你 你不喜歡我的話,你是不接的 是不是?我給你不接的 但如果你支持我們,你就會接的 那就是說什麼呢? 我明明我做政黨 我是想說服一些不支持我們的人支持我們 但是呢 逢我去派傳單,就做一樣向信徒宣教的動作 整件事是多餘的 我派一個宗傳單都是多餘的 那我當時就想了一件事 就是,不行啊 這樣下去會死的啊 真的會死的啊 那我就要想一些出路 那我其中一想的出路就是 如果我整份報紙才算吧 一份報紙什麼都有的 有可能有漫畫 又有播經 又有什麼什麼都好 打在一起 那那個人拿起上手 就覺得好看 那當中呢 可能會放一些政治信息 那我就可以轉化到一些不支持我們的人 那當然啦 搞報紙很多錢的嘛 那我這些是窮鬼來的嘛 那當年的政黨也是窮鬼來的嘛 那當然要省錢來做啦 那我就想了搞網 那就是這樣搞了出來 那當年其實呢 我就把這個計劃呢 就是在國市人那裏 就是游說 有可能一起搞啦 一起搞 一起搞 那最後呢 就是真的有人一起搞 就是這樣了 就是大家認識的 但是你開的時候 除了你自己一個之外 你也還有其他兄弟幫忙 那是兄弟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樣就 國市的兄弟當然有 國市的兄弟之外呢 還有後期還有一些 IT一定要有 IT也有一個羊羊 對啦 還有廣告啦 等等 廣告其實我最初就是 我一有開通的網站 2012年開通的網站 那一開通的網站就 哇 這樣嗎 是啊 開通的網站之後就會 直接找那些廣告代理 就問他 喂 我有一個網站 不如呢 你那些廣告放在我那裏 那時候有一間廣告代理 我現在有四間廣告代理 這個必須的 必須的 要生存的嘛 要生存的 因為第一天 我開始跟國市人談的時候 有一位前輩 就真的對我很好 我永遠都記得他那番說話 我那天就 你知道我們是國市人 全部都是達官貴人 我不是啊 我不是啊 你說你要我講 我只是草民來的 那他陪我在麥當勞談了一整晚 哇 真的 是很好的 是啊 國市人真的很好 不要說笑 他說問了一個問題 很重要的 Rucky 你做些事情 非人知道有建地 你有沒有想過 cash flow是怎樣的 我真的是當頭鵬鶴 有沒有想過 cash flow是怎樣的 哇 那當然要想啦 現金流啊 那時候真的有這個概念才進入腦 我之前只是想那些什麼理念啊 什麼什麼社民理念 原來是多餘的 這件事是啊 生存不到的嘛 現在網媒很多人都想做 但是怎樣賺錢 為什麼自負 不要說自負盈虧 cash flow 我是一個問題啊 當年我就要解決這個問題 你以為每個人都是這個香港01 我主要都是量入為出 那時候開始就量入為出 所以第一天我就找廣告了 當然啦 那時候的廣告是少的 即是沒有現在可以養到一個人也有餘 那時候是2012年了 2012年 你的那個婦人呢 我也是其中一個作者 以前啦 現在不是啦 現在不是啦 兩年前我已經停止了 不再寫了 為什麼不寫啊 有空也會廢話 現在不是說話不寫話啦 不然就請你來做什麼 你有兩樣東西多的 一個是like 又是狗like融落旗 狗like融落旗 即是最多like的 狗級的like 另一個就是問多 你的like或者那些 可以去到一萬多二萬 另外就是作者非常多 其實是不多的 其實你說的所有東西 都不是說真的特別多 這是真的 比其他網站是多很多 當然你會說其他的 其他的意志什麼 即是比月血時報我真的不多 我坦白說 比月血時報我不多like 他們什麼都幾千like 什麼都幾千like 那些才夠呢 但是你是帶動到那個風氣 我記得 例如你打的某一些 Oscar媽那些 Oscar媽 早兩個月 有幾個 再之前 有幾個人都被你打殘了 龍之鋒 不關我的事 再早點還有什麼美心妹妹 我主要不是打美心妹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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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流傳媒,大成年,一年前 連日月末、罪惡公信都跟著李芝甴起舞 幸好,是盲光社不跟你起舞 他被迫跟的,他都會回應我 沒得他不認 成年之前已經很遙遠了 你是很懂得去選擇社會議題 甚至是人家忽略的社會議題你也做過 你這樣誇張我當然是開心的 我不是誇張,這是事實 其實必須要有個,怎樣說好呢 有那個議題我才可以捕捉 譬如說,這一年以來都是比較靜的 整個社會比較靜 是你靜了,靜了社會 社會真的靜了,有什麼議題 連署啊 那些不輪到我打的 你不是打主流議題 因為主流議題就是有主流的人打的 不用我打的 我出不出手也沒有什麼幫助 對整件事 但是那些議題就是 剛才你說美心妹妹那些 主流傳媒打不到 例如你說的美心妹妹 其實以我所知,我忘記是東方還是蘋果 那些記者其實是善過那個媽媽的 即是訪問那個妹妹那時候 你穿這樣的衣服 都穿了個褲子 即是他想說底褲子 那個記者 都這樣拍照都可以嗎 這樣 但是所謂的他們 那個時候我幸運就是被我們抄得起 當然就是有些技巧 包括擺明光寫上台 當年 他起初不理你 對,他不理你 那他不理你便對 他刪了我貼便對 我用來做文章 明光寫,刪了我貼,默許 那樣,挺好玩的 當然啦,擺明善他 即是他出聲又死,不出聲又死 當然是他帶了一些畫廁 去到Oscar媽 即是前兩位Oscar媽的事件 就是我不能再玩明光寫的 難道又問他說兩句嗎 即是同一招對付聖鬥士是沒有用的 即是他一個這樣的聖鬥士 是絕對沒有用的 所以就 用另一個方法 又有時候就是 不只是我的能力 還是那些作者 捕捉到 例如美心妹妹也是 那我想問你了 你怎樣找這作者回來呢 那些作者有時候不用找的 其實我主動的方法 其實只是最初那批 即是到今天我也會登無代堂的文章 因為他就是我第一批找回來 我真的找 不如我開網 不如一起寫 即是他那時候 不問我有沒有錢便寫 寫到今天 那我當然是奉上賓 然後還有 不說什麼名字 現在沒有了 現在沒有了 但是當年有 當年有 現在我們這個台的台處之一 蕭公 是的 蕭公 是的 他的技術問 真的很感謝他 對 這一批就是比較穩 然後很多都是他們自己投稿 他看到有一個平台 又歡迎投稿 好了 我問你了 你名氣有了 當然自然會投稿 很自然 但是你會不會有一些編輯的道向 一些方向去隔文呢 一定有 我一定有 就是一定要講道理 沒有道理 只是罵我不出的 但是我知道這個社會上很多論證的文章 即政治的文章都是罵多的 那些其實我是真的不出的 所以很多人投稿了 尋大海 我真的覺得 喂 你寫什麼 還有一個事情 我發覺到的比較特別 就是 除了留意香港01 有了一些比較軟性的議題之外 你是做得最成功的 一些軟性的議題 哪些軟性的議題 是 潮文而已 對 比較貼一些潮文娛樂性的文章 對 的議題 或者文章 那些什麼議題 其實是 你見到網媒主要都是一些比較硬的政治的東西 不是啊 其實網絡上主要的流量都是娛樂的東西 首先說回一個很重要的數據 就是這些ISP提供的 這個最主要頻寬的流量是什麼網 大家應該知道 就是鹹網 是 頻寬最主要的流量是鹹網 首先娛樂是最重要的 首先 然後就是什麼看電影 卡通片 B.T. 什麼 都是娛樂 這都是娛樂 就算看文 都跟你說 其實都是娛樂的文章最受歡迎 包括剛才說的部隊窩 當然 很正常 聰明的作者是怎樣 聰明的作者就是 將議題包含在一些玩的文章 例如 師兄 當年就是奧偶黃昏 他就是講這件事情 他們就說奧偶有些事情不同了 你說的士兄就是婚姻者中邪教的 這些聰明的作者就懂得這樣玩 將一個社會值得關注的東西 放一些玩的文章 看完是開心的 亦都是有東西得到的 這就叫相品 這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 不是相品 而且都是好看多人看的 通常都是玩的文章 或者是突然跟你說什麼政策 要怎樣怎樣怎樣行的 都沒有人看的 那些都沒有人看的 但是如果跟你說 即是房間不開 如果房間不開 原來是說這個地價 這樣就有人看了 就是要這樣做才行 但這不是什麼議題 部隊會 其實那些文章 例如那些標題 是不是你會考慮 有時候我會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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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題很重要 標題有時候作出來 不是那麼吸引 它很平實 但是不夠吸引 那些編輯就很重要 對 那些編輯就很重要 因為你一看就看標題 吸引別人的 社交媒體的特性就是 你不會一看就看到整篇文 你通常是社交媒體 例如Facebook 你只能看到標題 和標題那一段 還有一張圖 這三個 對 靠這三個食物 對 所以你選擇那張圖 以及標題那一句 你都是你 但有時候讀者 很難照顧 會麻木 每天都看到這類東西 它就會麻木 有時候是要轉的 有時候突然說了 好潮了幾天 然後又說悶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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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悶 有時候是這樣的 你覺得 有沒有讀者 真的直接從你的那個富人媒體 直接得到益處呢 嘩 我說有 是自誇 又不是自誇的 什麼類型的富大益處 不是純粹是娛樂的 我自己見過一個經驗 就是李美婦人出了很多職場 職場教士 但有些人會覺得我們是教人辭職的 不是教人辭職 真的有些年輕的看完 我又在上面留言 他又在上面留言 很多人留言 然後你們朋友了嗎 留言之後呢 他主動來找我 問我為什麼我這樣留言 哦 那也有 真的意外會有 然後剛好 說一說 我覺得 這個 都是一個 很有心想找工作 正好畢業 然後你怎麼聘請他 不是我聘請 我也不是老闆 我怎麼聘請 你叫老闆聘請他 我知道有間公司聘請人 聘請臨時工 哦 原來這裡那麼有用 做幾個月之後 那一刻他想找工作 人工不太高 但做了幾個月之後 他已經合約完了 他已經找到另一份更好的工作 長工來的 原來有這樣的故事 有啊 你不知道嗎 我真的不知道 他沒有向你反應 他不會真的跟我說 我透過你找工作 他還跟我說了一句 朋友都喜歡看婦人 真好 這些可能你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這些就是我自己 親身接觸的 這個真的對社會有貢獻 所以最重要 這個故事教訓大家 在我那裏留言 看看什麼 這些人才 真的要貼著 不要貼我 要貼都貼 貼我都是黑性 不要留言 貼我都是黑性 他很喜歡我的東西 他喜歡我的東西 他喜歡我的東西 除了剛才說到營運等 或者貢獻的問題 臨近選舉都要說一下政治 現在傳統媒體 對新一代的影響力 真的越來越弱 肯定的了 那麼網媒 尤其是有影響力的網媒 那個影響力是正在升的 我們都很難搞的 是難搞 但是我們看你那個婦人媒體 或者看友台 我們不怕說的花生台 大家其實政治立場 都很明顯的 例如《香港眾志》 或者《香港喪志》 什麼什麼的 這些婦人都很厲害 出的文章都很盡 那些作者這樣寫 又有道理 我就會出 但是沒有必經過讚他 讚他 那些人又不寫過來 沒有所謂的 那跟你自己本身的政治取向 有沒有關係呢 有什麼關係 就是我不喜歡他們 跟我的編品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的 你純粹客觀 好像是沒有關係的 有人寫來 有人寫來你就 那當然如果令到 有些人寫完之後 不給我 那就不關我的事了 那你有沒有心去做王呢 我記得上次沒有選 立法會 做不到啦 輸了啦 梁志堅就輸了 輸了 輸了一輩子 一輩子很厲害 但他今屆再選的話 他真的會輸 即你是有做王 不過你暫時沒有捧到他做王 首先就是 你不可以這樣說 他選到是他厲害 他有票是他厲害 當然他有厲害 不是我做的 但也要有一個媒體 真的能夠動員 這件事永遠都是不可以這樣說 不是我令他贏的 當然是他值得贏 只是我韜光 只是我韜光 但是你會不會有 你是完全市場導向 例如近來 近來兩年 本土興起得很厲害 我就推了你本土的東西 因為他這樣會 不是市場導向 我是作者導向 其實 你見我這麼久 你都不認識 你有文章給我 我就會出的 不是啊 你試過禁止我的文章 那些太短了 不是啊 只是兩句 不是 你說說兩句 你經常見我說兩句 不是 我知道 適合他 我知道你什麼文章都會登 這是對的 其實我是作者導向的 市場 因為我真的說韜光 那部分 我正跟你說了 最多人看的是 潮文 每天保持有部分是這些文章 我基本上是有收入的 舊收入 只是政治的文章 我一定是死的 是 但是政治的文章 可以讓我 放得上去 首先要講道理 好了 跟著就是 那 真是罵 例如香港眾志 真是罵香港眾志的人的文章 他才給我 那我控制不了 整件事 我每天找一支槍 喂 你投不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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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可以的嘛 對不對 那不可以這樣做的嘛 但是我的 我的稿費不吸引 我有物樂雞的 我收過你的稿費 都夠買幾份 麥樂雞的 不要說這些 大文豪 你明不明白 人家可能 登去蘋果明報 那些 人家 是稿囚從休的嘛 我們這些窮 都 請給別人寫問的 蘋果就 蘋果比較高一點的 四百至六百也有 日月報也不高的 我不知道 起碼多個 陷落雞 就是這樣的嘛 所以就是 這樣的生態 就是 但是你又阻止不了那些 我就是要陷落雞 我就要給你的人 阻止不了 作者道向 不過我想 有一個問題 就是一個 現象 就是當 當發現 某一個媒體 他很多 這類型的文章 之後 有一些立場 商議的人 他就不會投稿 去那個媒體 那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沒有辦法 不過說到稿費 這個我很被動 有一件事我要讚賞 這個富人媒體 講稿費 你曾經說過 稿費多少一件事 是對作者的尊重 所謂雞稅那麼多 都要簽票 都要付出 是 負責簽票 我經常都說 R-E-R-E-G-O的集資票 不要提 這個是 誰簽的 誰簽得 沒有簽的 總之呢 我就非常 非常認同 非常認同 楊總這個封針 這樣也要的 因為現在 我知道 有些主流媒體 很多時候都說 我給你登文 我叫你上來 我的台 等等 我講主流媒體 其實是 增加你的知名度 是益你的 這樣嗎 有 是否真的益到他 這真是主意 有沒有益一件事 但是 不是的 如果真的很有益 一上完節目 就有萬多個讚 那我貼錢也行 那就浪費了 哪有萬多個讚 就是沒有啦 當然沒有啦 就是沒有啦 其實他是想請個免費勞工 就是免費雞 不過呢 就是 你和我睡完 就做到明星了 你信不信我 就是這樣的 跟你的人不肯了 真的 就是叫免費雞 那我不做這些 不行的 要付錢的 就像是說 請攝影師 我不用收 你不要收我錢 我保證給你幾個讚 這個呢 如果我說的話應該合理 對不對 但是你不會這樣做 我當然不會這樣做 你也不會這樣做 但如果我說是合理的 我保證 保證 你500個讚 不是47 500 太少了 500個讚 那你有沒有遇過什麼麻煩呢 什麼麻煩 做傳媒 無論是網媒 還是傳統媒體 其實很多時候 都會遇到一些什麼 一些法律訴訟 暫時沒有 暫時沒有 因為我們都 你很小心 尤其是關於誹謗 其實當日不是你提我嗎 你記不記得嗎 我忘記了 你忘記了嗎 我和你9個讚 你再說一下 我原來對你有貢獻 當日就是阿仰提我的 因為他當年就是做 不說哪一家報紙 對他很好的一家報紙 他當年做報紙 他就提我 你做傳媒 最重要就是不要 不要搞另一家傳媒 不要有誹謗 別人有很多律師 你沒有 他就提我的 這些要小心 因為當時你錯了 那時候 對 一鍋整下來 就死了 所以我覺得 我很小心 罵人 一定要有理據 因為罵人 有理據 就是公開評論 客觀 事實主觀 評論 但是如果 找不到 找不到理據 那些 就不可以 那就叫誹謗 沒錯 例如最近有一個人 想叫我刪了他的名字 在上華教育 有個作者說他公信力成疑 應酬性成疑 然後他叫我刪了他的名字 這是公信力成疑 那我就不刪了 只是這樣問怕 有理有據 有理有據 我記得 在09年 初 1910年 反高鐵 那時候 我聽到一些報道 說香港 那些網媒 那時候應該只有獨立媒體 對 比較出名 還有其他網上電台等等 他說已經有二百多個了 但是呢 一下子消聲匿跡有很多 原來他們做不住 因為他們很多人 只是上台說粗口 發洩情緒 這個比較困難 講思願 那不是說你有咪 你的嘴巴就可以亂說 還有呢 問題就是 亂說24 那麼快就倒閉 據我所知 很多台就是 沒有想 他們只是做一個娛樂 娛樂自己 對 只是他們自己幾個人才知道 第二就是 太過 你可以說是理想法 還是理念 主導 就是說那些節目 全部都是 宣傳自己的政治理念 沒有想過 那個台是怎樣生存下去的 因為你要生存下去 像你所說 最受歡迎的 最受歡迎的 不是一些 講政治文 或者政治的節目 是一些娛樂的節目 那如果你要生存的話 或者你要少一點 你也好 你要有些節目平衡一下 你才可以維持收支的平衡 你猜 你猜個個好像 香港01的老闆叫什麼 魚品海 你猜個魚品海 有這麼多錢 可以不斷燒嗎 對我所知 魚品海 我想一個月的開支 我想要幾千萬的開支 可能要幾千萬的開支 因為它有幾百個人的開支 那它是價勢 那它有很多錢 可以這樣燒 我不行的 我不行的 我沒有叫他 每天都要照顧數 不過香港01的所知 它每一秒都照顧數 即是它在公司裡有一個螢幕 即是傑斯電螢幕 即是傑斯電螢幕 每一秒都照顧 那些網媒 現在我們科林、花生 都是廣播 富人暫時還以寫文 出文做一個主力 其實以你現在積落的人脈 和人才 我覺得絕對可以搞多個 為什麼要擴張 擴張的話 必須要考慮的是 貨幣的問題 這些器材全都是錢 是的 我要維持著節目質素 我也是要QC 沒有QC的話 那些聽眾就會流失 但是會有很多兄弟幫你的 你身邊有這麼多人 那個圈可能是大的 但是一期一期 例如不畢業了 讀博士了 那就沒空寫了 一定是這樣 不同的階段 例如我的作者也是 可能有些是中學投稿 但是中學投到大學畢業 畢竟是很少數 可能只是他人生某個時期 他突然間喜歡寫文 人生 他是某個時期 某個階段 真的不能說 如果真的要長期穩定的供應 質素穩定不一定那麼高 一定是專業 一定是專業 一定是錢 一定是陶傑那類 才可以這樣營運 這個我很感受到 我從2008年開始寫文 到了2014年我封筆 基本上不再寫文 這麼誇張 不要死 我不是死 我突然覺得沒有意欲 你從中學生寫到大學很少 我完全感覺到他們的心情 沒有心機寫下去 所以如果我靠 因為我主要是靠人 作者的興趣去寫 他不是求財 跟我求財 跟我求財 一早就死 但如果他的興趣 是建基於人生的階段 供應是很不穩定的 我必須要計算 搞網台是一個很不穩定的 例如寫文 寫文其實可以很敏感的 我有些作者 不怕跟你說 例如大家經常 很多人說 毛代堂寫文 又刻薄什麼什麼 一件事是很厲害的 他就是當年可以是 在粉嶺乘火車上學校 去九龍堂上學 浸大 三十幾分鐘 找一個手機來打蚊 嘩 是這樣可以打到一篇蚊出來 他打得很快 首先要佩服他 其次就是 打蚊可以這麼 flexible 但做節目不行 一定要坐定定 甚至如果真的要在街錄節目 你都要找一個靜點的地方 才錄到 但打蚊不是 只是坐車 有些作者正在上班 那些 吃午餐只剩下十分鐘 就是這樣做編 是 有些人 一定有 有些人才 很多 寫文是有興趣主導的 即是文師一來就很快 這件事 容總的婦人 這件事 這件事 她的貢獻 一定要肯定 她這個婦人提供了一個渠道 是給年輕一代發表她們的意見 這個絕對是 這個絕對是 你是不是年輕一件事 你要去日月報 或什麼 你要登記你的篇文 幾乎是不可能的 其實有的 有的 但我說幾乎是不可能的 因為她的版面 也要受過版面的紙限制 而且她們通常要找一些 已經 知名度 知名度 知會 或者她是 若以栽培的作者才有 但其實現在已經多了機會 現在多了機會 因為她們要面對年輕人的競爭 有你們這些去 踢到她們的 所以她就搞了一個平台 也不夠你 也不夠你來 始終她們是傳統方式公務員 所以我一個三九不認識 她在網上認識的同學說 朋友都看婦人 那我完全感覺到 多謝她 多謝她之外 即是說 你幫到人 給到人一個相當好的發表平台 這個都多謝大家給臉 這個我覺得不是純粹給臉 多謝作者信任 真的社會是有需要 有這個需求的 但其實真的越來越多絕對 不一定要靠我的 當然不是 你是其中一個開放牛 即是開風氣之先的人 吳博剛才說 青年參政 大規模參政之前 幾年她已經看到這件事 就開始拿來做研究 研究我 研究我 研究我退堂 你已經是開風氣之先 搞網媒 帶動整個風氣 到最後一些議題 最重要是什麼 最重要是有錢賺的 最重要是有錢賺 這件事 如果說富人媒體來說 性價比是非常之高 當然 盈利是否在升 盈利是否在升 盈利是否可以 養得起人 至少養得起你 你經常都說不要死 你不用死 暫時不用死 你用光換法 你又知道 即是發福就知道 對呀 衣服鬆了很多 你又知道現在已經弄得定了 臉沒有那麼多肥 但中間就 你對比一下香港01或者端傳媒 或者其他的 其他財路 他們都有水準 但你聽說水準和成本來說 性價比就十分之高 即使對比蕭若元的迷米 還撿了嗎 還沒有撿的 對不起 別斬我 我誤會了 不要斬我 他都說蕭若元 我現在沒有記錯 一個月可能要虧 或者二十多萬 算是很少的 二十多萬 你現在已經測了幾百萬 整個相機 如果融總 你脫回雲 你一天一萬 你都會馬上撿 別說 我怕 不過呢 所以就說你性價比高 沒錯 即是這幾方面 即是價廉物美 沒錯 價廉物美 都是物美的 你看回這幾年的影響力 我又看著你 從零開始到現在 你真是 這方面的成功人 那些成年以來 都沒有什麼議題 他突然有的時候 也不知道 不過 中間有些議題 就跟一些私院有關 哪些議題 那些不是議題 那些不是議題 但是 也很難說是私院 因為都在說一些公共議題 例如哪一宗 很多單 去年一直到現在都有 最近那些什麼 什麼 什麼 某台搞什麼 假新聞那些 假新聞 不關我事 那些是不是假 我不知道 這些新聞都是我出的 不過這樣 我不怕說 跟你逢得勁的 就是阿曹總 花生台曹總 你們兩個 我都認識了十幾年 是不是 我 從個人感情看 我真的不太想見到你們這樣 那怎麼辦 為什麼會這樣 那是這樣的 他在建議台打我 現在是不是 花生台不是打我嗎 還得我偏文罵我 那怎麼辦 但是原先 那 我沒得選 那樣多年 原先是沒有任何仇怨 那為什麼會偏文罵我 和你們 很被動 和你們做這個網上媒體 很被動 是不是有關 是否這個網上文化 令到一些本來是朋友 也變成沒有朋友做 又沒有朋友做 變成仇人 業務的競爭 我覺得真的很殘酷 業務的競爭 都可以是良性的 但可以是互利的 不一定要競爭 對 競爭都可以是互利的 其實業務可以不競爭 但是 畢竟他們選了一條競爭的路 然後我就只可以被動 但是你會不會覺得 其實就是 即是你說是互利 其實是可以互利的 其實會不會競爭 都是互利的 當然不會 例如 很簡單 例如 我先講一下 例如你和曹總 他起了一些爭執 大家的粉絲都出來去互主 大家都能動員到大家的讀者出來 會不會 那就引起一個 網上的討論 這個小朋友都是打架 那會不會是 不會 例如什麼是互利的合作 今晚就是互利的合作 一個網台 請我上來做嘉賓 你帶到知名度給我 我又帶到知名度給你 那這就是互利 因為我們將兩者的讀者群 加在一起 即是今天的節目 hopefully 可能不是 就是這樣就是互利 但是我們不是在搶 不是說你建一個台出來 就是搶我的作者過去寫文 或者我建一個網台出來 搶你們兩個去主持 不是這樣飛起呂王 如果這樣 我建一個網台出來 搶你過去做主持 就飛起呂王 呂王就爭死我 這樣不是良性競爭 即競爭就不會是良性 但是今天就是互利 花生台也可以是這樣的 以前 他當年要罵王仁達 罵王一文 不合作 我就照樣出那些文 他們網台 文競爭就讓我出 就是互利 這個我知道 對 後來他又要拿一些東西出來 好了 他搶我的作者也算了 那些都沒有所謂 因為作者的東西 就沒有說誰出誰的 一定是流動的 我也是作者之一 兩輩子我都有給文 問題就是 好了 我去到一個位置就是 你打得勝起 連我都打了 那我真的 我這份人 你知道我怎麼打人 一向都是 我打人 我是不會即場出聲的 我不會馬上說什麼 我等 我一定是等的 我說你出假新聞 你還死 這次 當然是這樣玩的 是不是 我很坦白的 對所有聽眾都是 對所有的 全部都是我公開的 所有的 他出文的時候 我不出聲是公開的 大家看到我不出聲的 大家看得很開心的 大家看得 還分享 還帶我 我那時候出資訊 誰帶我 block誰 接著沒有人帶我 多乖 那些網友很乖 好 接著我等 等等等等等等 假新聞 死 即死 當然要這樣打 我全部放在陽光底下 我的戰術 現在花生台是怎樣的 最近撿了沒有 還沒 還沒 我打他不死 即是我打他不死 即我還要多加幾把勁 正所謂一人一留一線 一後好相見 他有沒有留一線給我 沒有 沒有 今晚絕對不是私怨 大家 這些就是這些位置 其實今晚我之前也有想過 會不會扯曹總上來 大家心平氣和 講一講網 怕沒有 但我又怕一件事 一定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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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案 我亦都不想讓觀眾誤會 我們新成立的這個科林 特意找兩個人上來互片 來刺激那個劉華 這不是壽事 絕對不是這樣 最重要的是 人與人之間是要互利的關係 才有得去合作 去完成一個宏大目標 你講到 什麼民主那麼重要 然後起一個台打我 其實什麼都不用說 我當然要先打你 因為你正在打我 你明白嗎 你正在打我 我當然要先打你 我不管你的敵人是誰 共產黨是誰 我不管 共產黨未打到你 你打到你 我就要先打你 道理是這麼簡單 有時候就是這樣 所以網媒生態 其實不是說 什麼的網絡 令到有私怨發生 而是 本質已經是 令我不打不可以 是這樣的 好了 再反過來 就是 如果他這樣做 我有機會我都不反擊 那就是個個都可以這樣做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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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還要做 我每天都 每天都被人這樣做 我還要做 你明白嗎 不行的 不過那件事 我不是太熟 學生會那件事 我不是太清楚 我不是太熟 我只是知道他出了那一篇罵我 我只是等一個機會 我等一個機會 令到他整個營運都搞不定 我跟你說 左膠當日都是這樣 左膠當日都是這樣搞我 我都是等到一個機會 令到他整個營運都不行 直至今天 左膠這個營運在我的網上飛出來 是嗎 當日香港電視的集會 很多人質疑他們在籌款的時候 就是我都飛出來的資訊 是我把那件事炒熱的 那件事是香港電視在東國 13年 13年 他在東國搞了一個遊行 中間就拿了一個錢箱出來 說籌款 結果被質疑 左膠籌款 左翼21 對 結果最後 被你打 是你打的 打完之後 其實很簡單 你剛才也問到的 打完之後 我有沒有什麼篩選 我又不用特別篩選 有人寫我就燈 有人寫我就燈 最重要的是什麼 當他們處於一個弱勢 我當年是左加主導 左翼社會運去主導 是強勢的 那些弱勢 當年也沒有本土派這個條件 但是在各場社會運動當中 被左翼主導之下 那些沒有發出的人 他們會有反抗的力量 我就捕捉那些反抗力量 出來打左膠 那一段之後 整個左翼運動 整個左翼是反了天 是這樣的 很簡單 其實是 你說的那個潛商 後來是捐給慈善機構 不重要的了 已經 傷害已成功 是土教的 我想是 傷害已成功 出現了一個所謂的 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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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要打擊他 當然要打擊他 當日他怎樣打擊我 你應該都知道 我也知道 但我不太記得了 其實就是這樣 這樣我不用做人 你跟左膠他們本來有沒有交情 哪些人 沒有 鄧小驊沒有 那些沒有 左膠那些我當你沒有交情 曹總那些 就是有交情 你這樣對我 你明白嗎 喂 我真的認識你們 你們還沒大學畢業 入大學那一刻 我就認識你們 我吃了幾頓飯 你說 我們幾個吃了幾頓飯 好了 你吃了幾頓飯 有沒有機會 沙田圍吃了幾頓飯 這樣對我 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機會 當然有啦 收補先 當然有的 不要再搞 寫文給我 那些文件都給我 他只做網台 那不是多好 是不是很好 他繼續罵毅文 夾著楊繼昌 天天罵毅文 那他已經在做了 那他不要燈在他那裏 燈在我那裏 那就互利 你明白嗎 關係就是這樣的 當然我這番話 對每個人都可以 我對左膠 左膠有沒有收補關係 有 你讀媒燈五篇給一篇 都可以的 黃之鋒收補關係都有的 你不就把香港零一端 立場什麼什麼 七七都給 然後有一篇給我 在Facebook貼出來 但 但 有收補的 但問題就是 對於他們來說 他們不會 他們是不會這樣做的 不會 我就登一些他們 不喜歡他們的人的文 所以 就是 就是作者主導 就是 自選 自選 人生就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經常說人生呢 很多東西我是被動的 真的是人生 我剛才說的整個故事 好像是我先出手 這樣 大哥 不是的 所有東西我都是被動的 不是我找資昌 紫月譚少龍寫篇文 罵我燈在曹家超那裏 你這件事是勒賣阿龍 這件事我又不明白 他寫我 喂 他們 你和曹家超 曹家超 就不知為什麼 小龍寫的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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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個 我們大家都認識了十幾年的朋友 那編文是他寫的 編文是他寫的 是 等於曹家超再說 所以 就是認識了這麼多年 被他說什麼 說什麼 長毛養了這麼久 好像我沒有上班 你明白嗎 我有上班 大哥 他不是中門 再說下去 真是把社民練 那個時代的恩怨 真的很難聽 你有沒有道理 我經常說 有道理才能登 你有沒有道理 大哥 我不是擔大工 做事 不要說收不收補 有收補 作為朋友 想問一個問題 有沒有可以停火先 先停火先 停火可以 因為現在 你現在 你現在那個選舉都在臨近 一去到網上政治立場的時候 你只會令到原先那些火燒得更厲害 那就更加難回頭 喂 人生 人生只有幾個人 可能是很好的 但在那邊 要令一個政治力量死 其實是不用燒的 我當花生台真是社民聯大手 那我不跟他打就行了 我為什麼要解僱 我不用跟他解僱議題 我不用跟他爭論 社民聯會不會贏 不用爭論 我不出聲 你就自己吹 這個就是最佳消滅他的方法 你不用爭論 王滬銘 叫他贏 爭論的時候 已經是幫他宣傳 他不出聲 見到不出聲 不出聲 嘩醜聞 當然是報了 你明白嗎 這樣玩的 互利就是什麼 互利就是 我們一起捧一個人 他贏了之後 都大脅我們 大家捧的 左右兩頁是不同的 那就是互利 但現在沒有一個爭蠢 我們也是幫民主做事 你吃我吧 點我燈 這件事是錯的 是錯的 他覺得可能跟他的理念差距太遠了 理念還是利益 我覺得已經不是利安 理念還是利益 去到這個階段 他們不是理念 不是理念 大家都說過那些 要均富 要民主 但我想 奔土這個問題上 真的有理念的分歧 我們好像ABC 三大中華家 想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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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什麼理念的問題 從來 從來是那些利益的問題 要達成一個宏大利益 就是要平衡那些 宏大理念 就是要平衡那些利益 要塑造那些利益 令到我們處於互利的狀態 有時候的利益可能純粹是光環 當然啦 你今天給我一個名字 我上來 大哥我偷光了 這裡這麼散眼 可以跟女王握手 我多開心 這個時候 科研就是我的朋友 你花生台外面罵我 那就是敵人 很簡單 其實是made simple 我也希望 曹總 你我 Maker 加上阿龍 你剛才說的 真的大家十幾年朋友 開了名字 不是開了名字 是網上已經開了名字 在網上你們三個 那希望呢 希望呢 起碼先停一停火 不要再燒 希望有機會 再請Rocky 和吳博上來 或者下次有機會 請曹總上來 說兩句 網媒泳運就是這樣 全都可以見月 多謝大家收聽 再見